大家好,我是Bip and Karma 我的角色是文理,in 手捐煙 這個故事是關於身份的問題和義氣的問題 這個很香港美的故事 我明白了,腸粉 這是肉嗎? 不知道是什麼肉 哦,對,茶絲粉 當然是蛋糕 廣東話,我忘記了 雞蛋 肉是肉嗎? 我沒試過 你試過 因為我熟食 我明白,茶雲發 我忘記了,茶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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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Laう特劃》 這看起來像是一部的電影 我確實看過他之前 我忘記了 大家好,我是陳健朗,我是首捲煙電影的導演 有一條YouTube影片的朋友傳給我 是一個短片來的,就是賴恩池導演拍的短片 他有做演員在裡面 我覺得很想見一下他,了解一下做一個Casting行不行 但他拒絕的,他就說我不做了,我覺得這麼囂張 不行,要怎樣也約他出來見一次面 為什麼我第一次說不想做Casting 因為我在看那個Requirements,我覺得挺需要的 因為有講講的話,講人的話 第一次做演員,這個問你的角色也有很需要的角色 我覺得算了,我不去吧 因為如果去的話,我覺得不是我 希望有另一個膚色的演員 但還是香港人的演員在裡面出現 那我就跟他解釋了這件事 那他最後就,終於都,好吧,我就試一下 他第一次我記得一個是,他說,你是問你 不是你try,是你可能扮東西是問你 是你自己回家,想著有什麼故事 你自己的故事,可能出來問你的故事 他就是,基本上是,Munso 那他有一個好,我是你的保護 我是你的家人 他是一個mother father figure 但是,經過演織的關注呢 關注都,take care of 文理 那我覺得文理有用這個機會 even though 是一個,很life in that situation 因為他都在逃避的嘛 在關注,現在是,他是他的媽媽爸爸 他在選擇,他在選擇 但我都在做,我也在讀著 要管理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是可以學好多 其實,是由我的學校 只要專心一下拍片 我想其中一個問題,都是在疫情底下的拍攝 我最記得就是我們拍重慶大廈廣場那一天 前一天 我們就收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重慶大廈確診 我們心想 哎呀 是不是要停呢 或者改期呢 拍的時候我們就加了一個叫做 Higene PA 一個衛生PA的一個Post 就是一剪輯的時候 就拿著整桶酒精噴 我最記得拍子最保守的 噴了噴了臉 它有一個酒精的泡泡肉 每一個場景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時代的紀錄 或者一個時代的痕跡 很重要為什麼一定要在紅花嶺 不可以其他郊藝公園或者樹林柏呢 就是因為華籍英軍他們曾經在那裏做過巡邏 去到山頂的時候 就是我們望一邊就是連堂 是邊境來的 望另外一邊就是香港 這個意義上或者感覺上是不能取代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紅花嶺 到苗街 到瑞興彼廠 到重慶大廈 就是所有都是我們 很熟悉的香港 知道它獨有存在的一些地方 但是可能我們見不到 過多幾年可能已經沒有這個光景 我們說的情義 我們說的男人的浪漫 可以是跨越膚色的 只要你用心去溝通 用心去了解一個人 第二件事就是說的 就是華籍英軍舊的是舊一輩 就是我爸爸那個年代的人 他經歷過殖民時期到現在 在一個什麼狀態呢 南亞土生土長的第二代 他有香港的ID卡 他講得很流利的廣東話 他回到他們餘生地的時候 甚至不被當完全是那邊的人 他是一個什麼的身份呢 某程度上就是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八九十後 過一個Generation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兩代人對自己身份 或者在獵鳳裡面生存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感受 整體的社會氣候 或者你整個氣氛 大家其實都很壓抑很辛苦 大家都在獵鳳裡面行走 就是好像你在獵鳳裡面 不停向上爬 看到光但是你永遠都不行 那個個終點 但是你一放手 你又跌落一個無底的深淵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只可以繼續走 你走到哪裡 有沒有出口不知道 但是唯有我們繼續走 我們Geaders一起繼續走 找的時候 自然就會找到立案 壽卷演的設計 那個字 其實想做回香港的感覺 如果遠看 你會見到香港演 其實手卷演就是一支香港演